为什么 阿弥陀佛的那个居住的地方叫做极乐世界 我们这里叫做苏婆世界 极乐跟苏婆有什么差别 说个老实话是平等的 一丝毫差别都没有 可是释迦牟尼佛在《网森经》里面 跟我们介绍极乐世界 那那边世界真好啊 没有听说极乐世界有不善的人 没有听说极乐世界有不善的隐形 也没有听说极乐世界有什么灾难 水灾啊 风灾啊 地震 没听说过 什么原因 佛也慈悲为我们说明了 那个世界皆是主上善人居住一处 我们就明白了 极乐世界是个新的世界 好像我们这个世界呢 新的社区刚刚开发的 苏婆世界是很古老的一个地区 世世代代累积的一些 业障习气没断了 这个新社区就好办了 里面有没有居民 没有 新社区没有旧地居民 都是阿弥陀佛 以本愿为神呢 所以戒严 设放世界的人呢 来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他是新社区 那到他那里去呢 这有条件 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就是失散 这个阿弥陀佛告诉我们 戒使上善之人 聚会一处 那我们就想到 我们必须要修上平实善 那这怎能去得了啊 每天念佛念得很好 一天念个十万圣佛号 您总能不能去呢 要看你的心地散不散 十万圣佛号 没错 功夫是有了 如果你是修实善 上平实善 那马上就批准了 可以移民到极乐世界 一天十万圣佛号 心地不善 还有贪嗔吃慢 还有自私自利 这人去不了 那为什么 念佛功夫够了 这几个打五十分 另外分数不够 去不了了 所以要记住 上平实善 之后要真干 不真干不行啊 那现在是 这上平实善怎么修 我们就这些年来 特别提倡 如是道的三个根 那就是上平实善 所以不能修复 这个这个 弟子规都没有落实 极乐世界去不了 感应篇不能落实 极乐世界去不了 感应篇跟弟子规这两样东西都落实了 上平实善 上平实善就差不多了 我相信肯定可以做到 经上佛讲的这些话 不能不注意 不能疏忽 一定要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这一生 居足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 稳稳当当 取极乐世界 这跟现在移民 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我具备这个条件 我可以移民到极乐世界去 我可以移民到极乐世界